在中国邮政那期视频中 本来想顺带给大家盘点一下 美国邮政的那些事 但限于时长没有多讲 就顺手给自己挖了个坑 后来看到大家在弹幕积极互动 也为了避免挖坑一时爽 填坑火葬场的人间大型悲剧现场 因此品牌哥本期有备而来 专门出了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讲讲 美国天字第一号国企 美国邮政 在视频开始之前 感谢大家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美国是全世界最早建立 平民邮政系统的国家之一 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他的内阁可谓极其精简 只有五个部门 分别是国务部 财政部 国防部 司法部 最后一个就是邮政部 不过历史发展到今天 美国邮政的光辉 早就被其他几个部给压下去了 邮政也是美国宪法中 唯一白纸黑字中提到的内阁部门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 国会的职责之一是建立邮局 美国邮政在国家初始阶段之重要性 正如这一行醒目的黑体字所示 We Connect the Nation 美国邮政的这个使命 是由他的第一任邮政局长 本杰明·弗兰克林实现的 对本杰明·弗兰克林这个人 大家可能都熟悉 小学自然课本中 他做风筝实验 发明避雷针的科学家形象 也知道他是独立宣言 和美国宪法的签署人 美国国父 但是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是美国邮政局的第一任局长 弗兰克林是老邮政了 他从31岁开始 干费城邮政局长 干了18年后 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 北美殖民地的邮政总长 在他主持下 各个殖民地之间 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邮政交通网络 个体的人民 虽然地理距离遥远 但是心理距离却很近 截至到美国独立之前 整个殖民地发行超过40份报纸 老百姓能够通过邮政 及时了解到北美时政 有一个例子 1770年 在殖民地和母国的矛盾 日益激化的背景下 几个作威作福的英军士兵 在波士顿街头 打死了五个殖民地老百姓 这个事件 在美国中学课本上 被称为波士顿大屠杀 在伦敦还对大屠杀的消息 一无所知的时候 这个新闻 就已经被北美邮政 传遍了13个殖民地 在这个大屠杀事件中 富兰克林的邮政系统 帮助美国独立战争 奠定了舆论和民意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北美邮政就相当于 200多年后的 微信 微博 推特和脸书 脸书是怎么助长 阿拉伯之春的 北美邮政就怎么帮助 独立战争推波助澜的 当然 出现了这样的风波 再加上1773年的 波士顿清查事件 富兰克林的邮政局长的职务 自然也被解除了 但仅仅在一年多后 帕特里克亨利高呼 不自由勿宁死 然后 莱克星顿的枪声 就响起来 就再没有人 能逆转历史的转折 在1776年7月4日 独立宣言发表的 一个月以后 富兰克林正式回掳 被重新任命为邮政总长 只是这一次 他不是殖民地的皇家官员 而是美利坚的邮政总长了 美国邮政的前身 为美国邮政部 可以说 他的历史比美国还要长 他见证了美国 从最初的13块 英属北美殖民地 扩张为大国的全部历史 从1790年的75个邮局开始 美国邮政部 随着美国人 对寄信与报纸的旺盛需求 迅速壮大 到1840年 平均每个美国人 每年通过美国邮政部 收集2.9封信和2.7份报纸 进入20世纪20年代 故事有了令人炫目的转折 当时 美国农村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54% 对于邮寄包裹的需求 变得特别强烈 到了1912年 总算通过了邮寄包裹服务法案 从1913年元旦开始 邮政部正式推出了 邮寄包裹服务 这项服务开始后 仅仅5天内 全国1594家邮政局 就收发寄送了400万个邮包 由于寄费便宜 许多居住在偏远地区的 美国人家庭 可以通过邮寄包裹服务 购买以前 他们不容易买到的 各种食品 药品 干货 烟草 和其他商品 这些物品 可以通过邮局 直接寄到他们的家里 于是 当时就有人 想利用这个服务 来邮寄儿童 规定包裹的重量 不可超过50磅 因为邮寄儿童 显然比买车票便宜 由美国邮政博物馆 珍藏的照片显示 就有邮递员 拎着一个大邮带 邮带中装的 不是普通邮件 也不是其他物品 而是一个孩子 于是 便出现了这样一幕 1914年2月19日 一位住在 爱达河州农庄镇的居民 将他的四岁小女儿 通过邮包 寄到了住在 爱达河州 刘易斯顿的爷爷处 小女孩穿着的外套上 还贴了张 53美分的邮票 自从邮寄包裹服务 于1913年推出后 至少有两名儿童 与信件一样 被邮递到目的地 在他们的衣服上 还打上了邮戳 当然 有关美国邮政的故事 还没有结束 20世纪初 在纽约 波士顿 圣路易斯等地 采用地下气力输送管系统 来输运邮件 一个两英尺长的输送管 能装下600封信 甚至是小体积的包裹 它们在地下系统中的 输送时速可达35英里 在纽约市地下 大约布有27英里的 气动管道 运输线路 跨越布鲁克林大桥 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 随着卡车的普及 以及中心城市的扩张 这一系统逐渐消亡 今天 纽约市的街道下面 仍还有许多当年的管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邮件的数量增加了30%以上 当时的邮政局长 阿瑟萨默菲尔德 要求寻找一种新的邮递工具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邮递需求 于是 导弹邮递便应运而生 用导弹进行投递 前无古人 估计也后无来者 浓浓的冷战色彩 1959年6月8日 美国海军潜艇 USS Barberon 在佛罗里达州海岸 发射了一枚 装有300封纪念邮件的导弹 导弹在空中飞行了22分钟后降落 但信件仍然还需经过 拆除 运输 分减等程序 才算成功交付 事实上也没有省时间 继这次成功示范后 菲尔德宣称 在人类登上月球之前 导弹邮递只需几个小时 就能把邮件从纽约 送到加利福尼亚 英国 印度和澳大利亚 我们将开启火箭邮递的新纪元 尽管有菲尔德的成功示范 美国邮政局 再也没有重新进行导弹邮递 然而 随着美国邮政部 内部管理出现混乱 一次罢工促成了 美国邮政的诞生 1970年3月18日 邮政部纽约员工 带头抗议过低的薪水 和糟糕的工作环境 全美21万邮政部员工 举行了为期8天的罢工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不得不派出 24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军人 紧急上岗担任邮递员 最终 政府做出了让步 于1971年7月1日 废除邮政部 引入企业化经营方式 建立了现如今的美国邮政 虽说美国宣称自己 是一个高度市场经济的国家 而且 今天的美国邮政 依旧保留了邮政不实的官职 但美国邮政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企 从雇员数量上来看 美国联邦政府是第一大雇主 沃尔玛是第二大雇主 而美国邮政 就是美国的第三大雇主 美国邮政 目前有61.7万雇员 3.15万个邮局 美国邮政 还拥有22.78万辆邮件车 是全世界最大的民用车队 历史上 美国邮政 一直是帮助美国 建立信息之路的先锋 18世纪建立了公路邮路 通过邮件投递 将人民与国家连接在一起 19世纪中期 建立了铁路邮路 20世纪初期 建立了航空邮路 1999年8月9日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 推出个人计算机邮资 更是掀开了邮政历史上 新的一页 它的服务主要有 普通邮件 营销邮件 期刊 国际邮件 包裹运输 及其他业务 其中 普通邮件与营销邮件营收 占总比高达57.3% 基地量占总比91.6% 但是作为国企 美国邮政在经营上 长期面临困境 此前已多次陷入破产危机 根据美国邮政系统工作组的报告 在过去12年里 美国邮政累计亏损 接近700亿元 有人可能会说 国企提供公共服务 本来就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 但是要注意 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接受过良好义务教育的中国人 都能理解国企和私企 在社会分工上存在的区别 但是美国人不能理解 所以美国邮政 虽然完全用企业方式运作 但是从来没有称自己是国企 因为国企这个词 就容易触及美国人的敏感神经 一直以来 美国保守派人士 就一直希望将美国邮政系统 朝着私有化的方向改革 因为在老牌资本家们看来 既然是企业 就应该以赚钱为头等大事 有一说一 美国邮政事实上 同中国邮政一样 都是承担国家使命的机构 在广大的美国农村地区 美国邮政是人们 邮寄物品的唯一途径 不少快递公司 比如亚马逊 就选择把最后一公里的投递任务 外包给美国邮政 2017年 美国邮政负责投递了 1495亿封邮件 其中有60亿个包裹 同年亚马逊出货13亿件包裹 其中62%都是美国邮政投递的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美国邮政 很多美国人连快递都收不到 这快递可能是卫生纸 也可能是救命药 2019年 美国邮政就投递了12亿份处方药 而处方药意味着 不吃就可能会等死 所以也有不少美国人 把美国邮政看成是救命线 比起其他私有化快递公司 美国邮政的重要性 还体现在价格上 同样一张贺卡 联邦快递收15.5美元 美国邮政仅收0.5美元 价格差了31倍 尼克松曾在一次全国讲话中说 美国邮政是美国通信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穷人依赖的医疗服务 政府援助 退伍军人的补偿金支票 老人的社保支票 全都要靠美国邮政投递 然而 就是如此重要的美国邮政 却在疫情中遥遥欲坠 甚至一度到了破产的边缘 其实早在1999年 美国邮政营收就高达 600亿2726万美元 那时候还是个不愁吃穿的 富家子弟 那为什么现如今 美国邮政会这么惨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 美国邮政如今惨淡的光景 和互联网的普及有关 有了互联网 谁还记信呢 但事实上 这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 2020年 还有4200万的美国人 没办法上网 这差不多是13%的美国总人口 原因也很简单 资本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没有哪个资本能不计成本 跑到荒芜人烟的地方 为你架起网络信号 在2006年之前 美国邮政一直是盈利的 并且活得还很滋润 真正改变美国邮政命运的 不是市场竞争 也不是科技发展 而是美国总统签署的 一纸法令 2006年 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一个名为 邮政责任和增强法案 其中要求 美国邮政提前支付 所有退休员工医疗保险 为此 美国邮政每年就要支付 50亿美元的开支 并且持续10年 就是这个骚操作 让美国邮政 从2006年的 900万美元的盈利 变成了至今 高达700亿美元的 巨额亏损 有专家评估 在过去的十几年内 美国邮政74%的亏损 都是来自这一法案 然而 这一法案带来的不仅是亏损 其背后还对应着 大面积的失业 自2009年以来 美国邮政失去了 超过12.6万个工作岗位 因而 如果美国邮政 一旦破产倒闭 对声斗小民是刮骨遨游 对发展中国家的美国 则是灭顶之灾 当然 压死骆驼的 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得好 有权不用网做官 美国那帮国会议员们 当然是按此道 2016年 美国电视主持人 约翰斯托塞尔 曾经制作过一期节目 他探访了一个马赛诸塞州的小镇 人口大概5000多 结果在一英里的范围内 居然有五座邮局 很多邮局一个月 甚至赚不到700美元 也就是说 美国邮政的很多门店 连自负盈亏都无法达到 那么 为什么不关掉这些多余的门店 才撤冗缘呢 前美国邮政董事会主席 米奇巴内特 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国会并不允许他们裁员 因为裁员会危及工作岗位 而任何国会议员 都不希望自己的选区内有人丢掉工作 所以 美国邮政的应对策略 就是等员工自己走人或者退休 然后不再雇佣新的员工 这也导致美国邮政员工团队老龄化严重 目前 美国邮政员工的平均年龄为53岁 但是 如果一个员工退休 他就进入了退休金大军 美国邮政有60万退休金领取人 光是这一项 每年大概要花20亿美元 另外 由于美国邮政有着庞大的员工群体 所以 工会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 美国邮政管理层和工会签订了协议 保证不裁员 既然不能截留 那么开员呢 国会议员们也不同意涨油费 至少 不要在他们的任期内涨油费 寄信涨价会影响他们的连选连任 去年3月份的时候 美国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法案 其中就包括了 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 为美国邮政提供纾困资金这事 但是 当时大统领川普 力排众议发出威胁 如果法案中包含 任何用于救助美国邮政的资金 他就会否决这项法案 最终 美国邮政只获得了一笔100亿美元的贷款 但这对于美国邮政 只是一场毛毛雨 不能解燃眉之急 川普为什么会砍掉 美国邮政的援助款呢 在他的认知里 美国邮政之所以会亏损 是因为美国邮政 一直给亚马逊充当送货源 而没给亚马逊送一笔货 美国邮政就要亏损1.5美元 他认为 美国邮政只要提高配送费 就能赚钱或者实现盈亏平衡 毕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美国邮政 至于为什么不涨价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美国邮政作为国企 实际上就是为穷人 老人 退伍军人服务的 一旦涨价 这些成本 必将百分百转嫁到这些人身上 而仰仗美国邮政的这些人 根本负担不起 像联邦快递和UPS那样高昂的邮费 这里差一个话题 川普为什么要拿美国邮政开刀 因为川普和贝索斯早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就结下梁子了 川普代表的是石油 钢铁 煤炭企业的利益 与硅谷和华尔街都合不来 而在希拉里阵营中 贝索斯是亚马逊的老板 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当年贝索斯调侃 要用自家的火箭将川普送上太空 让他消失 而且 华盛顿邮报是出了名的喜欢对川普 成立了反川小组 专挖川普的黑料 当年川普乱搞男女关系 偷税漏税的这些丑闻 就是从这个报纸流出来的 正所谓恨乌吉乌 就因为川普讨厌贝索斯 而他又抓住了新的把柄 美国邮政 以此来攻击贝索斯 为什么每年亏损数十亿美元的美国邮政 要向亚马逊和其他公司 收取如此低廉的邮递包裹费用 这让亚马逊变得富有 而让美国邮政变得愚蠢和贫穷 因此 美国邮政无故躺枪 换句话说 关系到无数美国人切身利益的美国邮政 是被当作政治博弈的棋子 逼到了破产边缘 川普对美国邮政的评价是 美国邮政服务就是个笑话 只是他所忽略的 是美国成千上万人 对这个笑话的依赖 以及这个笑话 所提供的六十多万个工作岗位 毕竟 他曾是让美国重新伟大 以增加工作岗位为己任的 川普大统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